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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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生 还生我气呢 我没功夫啊 我还有事 没时间理你 连生 我说你就别生气了 我还有事呢 没时间理你 你要有事的话我找下人帮你吧 下人 我是说你们龙家的下人 真有意思 我是龙家堂堂大小姐 这事要是下人能办 还用得着我自己去吗 还用得着你去指挥我们家下人 替我办事去啊 有没有事啊 没事我走了 我 连生 你是不是在找那姓关的 你管得着吗 我知道他在哪儿 在哪儿啊 连生 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 说 连生 你说我从小在你们家长大 对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不管你是犯了错误 还是在外边惹了什么事情 不都是我替你出头 行了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我们家对你也不错呀 自从你们家落魄以后 不都是我们家出钱养你呀 还送你出洋留学 这点道理你不应该不明白吧 我就想一心对你好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没想我走了 连生 走 干吗呀 干什么呀 想死了 连生 你今天给我一个痛快话 你到底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的呀 连生你知不知道 我回龙家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是啊 你知不知道 我从小到大对你好 我就是想娶你 只要你肯嫁给我 我会对你好的 你没糊涂吧 我糊涂什么呀 你忘了 你答应过我 我答应你什么啦 小时候啊 小时候 你就让我嫁给你啊 你还要嫁给你啊 你说出这话来 不怕别人笑掉大牙呀 小时候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那小时候 我还说我要嫁给我哥呢 那不开玩笑呢吗 再说了 就凭小时候那一句话 你就让我嫁给你啊 你 你 你想说什么德行 我又不是不知道啊 你知道什么呀 你在门缝里偷开我洗澡 你又不知道呀 你 你什么你 告诉你 龟不躲开 龟让你看 我 我要走了 龟让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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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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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去找他姓关的 他有什么好的 你关得着吗 我不许你去 皇父振杰 你算老几呀 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只不愧是我们龙家的 一个高等下人而已 我们家给你吃的给你用的 你跟我们家养的一条狗 有什么区别呀 现在想娶我了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 你 告诉你皇父俊杰 别说这辈子了 就是下辈子下下辈子 我又不会嫁给你 告诉你 今天回去我就告诉我 我大娘和我爹 把你轰住我们家 永远轰住我们家 练声 练声 什么都不行 呸 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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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呀 谁啊 看来真是喝多了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知道了 老钱是不是跟你创统好了 是不是你 老钱是谁呀 我不认识 那就是老钱 是我们的伙计 他 他把我们的店 泡了水 药泉泡坏了 我们赔了一千多块 行了行了 别说生意上的事了 你喝多了 我扶你回家吧 你 你 你到底是谁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对你好的人 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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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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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靳心 靳心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你汗的龙连伤 没了 普尔的生意 被我害残了 生意没了 没了 普尔 普尔他活该 行了 别想生意上的事了 生意上欠了多少钱 你跟我说 我让大娘替你还上 这样你以后 别再闹下去就行了 回家 我要回家 好好好 我送你回家 后果 我已经跟菩萨祈祷过了 菩萨告诉我说 我的姻缘将尽了 咱俩的事 是命中注定的了 你就别再拧下去了 我送你回家 走 到了到了 怎么样 马上就到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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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急 慢点儿 来 坐下 坐好 后果 没事吧 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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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博 怎么样了 你等一下 我就给你拿杯水 静心 静心 贺博 静心 贺博 你干嘛呀 不是静心 静心 别走 你怎么救救静心 别走 你安静会 你安静会吧 喝点水 我去给你拿点水 你喝点水就好了 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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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走 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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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喝点 静心 静心 你就知道静心 你知不知道我多喜欢你啊 而你呢 就像石头人一样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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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 我不允许你 不允许你跟别人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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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问你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问你怎么 问你怎么回事呢 问我怎么回事 我还想问你 你对人家做了什么呢 你别想栽赠给我 一定是你们龙家搞的鬼 我栽赠给你 关浩普 我一个大姑娘家 在你身边睡了一夜 你现在居然说我栽赠给你 可你说得出口 你把话说清楚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我 我可怎么说清楚呀 你自己看看 我还怎么说清楚呀 我龙铃生就算再见 我也不至于用我自己的身子来糟蹋我自己呀 关浩普 你堂堂一个大男人自己做出来的事情自己都不敢承担呀 你还是不是男人呀 可我 可我不记得昨天晚上的事 不记得 你不记得的话 你可以去问问那个殿小二 你问问他 你是怎么喝醉了 喝醉了以后 你是怎么拉着我不让我走的 然后我告诉你 我是连生 我是连生 然后你偏不听 非得拉着人家回家 回家以后 我就伺候你吐 伺候你喝水 伺候你睡觉 然后 然后你就对人家那样 现在又不承认了 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呀 你 你 你还是不是男人了 好 好了好了 先别哭了 如果真是我做的 我会承担责任的 你说的是真的 可我怎么也不相信 我 行吧 那就不相信吧 但是 我龙连生 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我这辈子 就跟进你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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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 沈子 你怎么了 魂不守舍的 对了 前些日子 我让你到店里去 给我拿点睡觉的药 这些日子 让这些事闹得我呀 每天晚上睡不好觉 拿回来了吗 药 好 沈子 我帮你的药店了 今天晚上一转给你拿回来 保证你今天晚上睡个好觉 好 你也早点休息休息了 脸色不好看哪 打开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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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热吃喝 灌得着吗 到底有什么事 连生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什么事 你看起来不大高兴啊 谁说的 我心里高兴着呢 特别地痛快 为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连生 有些事 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皇甫俊杰 你这一早上把我拦在这儿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没头没脑的话是吗 我昨天晚上是在这儿 我昨天晚上是在这儿 我不是和后蒲在一起 我很高兴 因为菩萨终于显灵了 我终于要跟我的后蒲在一起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和后蒲成为一家人了 谁也阻拦不了 你 怎么着 要打我呀 来呀 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大娘和我爹看看呀 妃子 断了 俺一位 庄子 他肯定 haga她 我倒要等着看看 大小姐 周景欣 你知道 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吗 昨天晚上 我跟候补过了一夜 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我 现在已经是候补的人了 候补是个负责任的人 看来 这回我们真的要成亲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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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补也是男人 没错当前 有哪个男人能拒绝得了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问问 问问他 昨天晚上 他是怎么不想让我走的 问问他 今天早上 他看到我的表情和眼神 男人就是这样 都过了一夜了 他还是不想让我走 可以 这个 人员 不是 没有 没有 不可能 你让他耍了 什么时辰 鬼扯 可再怎么样 他也不能拿这种事情来鬼扯吧 我说你怎么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 你自己说的 醒过来以后 你衣服还穿在自己身上 要是你酒后乱性 怎么还会把衣服穿回去呢 可是 可床上还有血呢 他沙织基也有血啊 一定诈你的 龙家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 为了达到目的 再不要脸的事也能干 也敢做 可是 可毕竟她是女孩子 婆婆 你什么意思 你真的想将错就错娶她是吗 你说到哪儿去了 那得问你自己 你爹当街爬着 给他们磕头的事 你忘了 奶奶被他们 气病的事你也忘了 还有你脚趾头 被人砍的事你也忘了 静心呢 为你被他们 整得死去活来的事 你都忘了 我没忘 我没忘 我没有 我一次都没忘 那是我心里的一团火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你还犹豫什么 明摆着人家 给你设了个圈套 你还非得自己忘了一条 你就咬死一句话 绝对不娶龙连生 什么尸身 全是骗人的 你千万别上大 好 早上才分开 就急着找我 什么事啊 还能有什么事 你知道的 什么意思啊 昨天晚上 如果我喝酒失德了 我为什么 衣服还穿得好好的呢 你也看见了 我衣服是整整齐齐的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 那我呢 那你也看见了 那我的衣服 小声一点 小声一点 小声点 你个男子汉大丈夫 自己做的事情 都不想负责任了是吗 难道 难道你让我一个姑娘家具承担呀 我 好 那你说说 我为什么衣服都没有脱呢 我怎么知道呀 你比我起得早 我怎么知道 你在我起床之前 都干了些什么呀 我 天地良心 我观后谱 要是做了什么下座的事 叫我全家死绝 那你的意思是说 整个这件事情 是我故意安排的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叫我全家死光 你小声点 被人听到不好的 怎么了 都已经这样了 我还怕别人知道呀 观后谱 你也是学医的 要不然 要不然你去找个吻婆 找个吻婆来看看我 看过龙连生 是不是刚刚 是 是不是刚刚才 在 在那个的 好 好 我愿意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补偿你 补偿 要我做任何事情都行 除了成亲这件事 好 好 浩婆 我知道 我知道你讨厌我们龙家 没关系 你放心 只要咱俩能在一起 只要你一句话 我就从龙家搬出来 跟他们断绝关系 不讨厌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为了一个男人 你连生养你的父母 还有兄弟都可以不要 你这算什么呀 我不管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喜欢你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只要你高兴 他们我谁都可以不要 成亲是不可以勉强的 你说吧 我做什么可以补偿你 你就是要我的命 我也会给你的 好 你怎么能这么绝技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 对呀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我爱你 你这么伤害一个爱你的人 你就这么忍心吗 我一直以为 京城所致 今世未开 看来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难过过 我再说一遍 我只是爱你 我爱你没有错 请你在伤害一个爱你的人的时候 你也想想 这个人 他也有心 他也有感情 他的心就碎了 你就是 这是 这 这 严生 你去找后婆了对不对 怎么了 被拒绝了 别生 别生 关你什么事啊 他拒绝我 关你什么事啊 你少在这儿假如关心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每天都盼着 你天天都在盼着我倒霉 现在你高兴了吧 你高兴了我 看着我在你面前 现实现报对吧 你恨我是吧 你恨我就跟我说呀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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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放在我 别生 объ 小人 你得了 小人 谁有你关心啊 告诉你 我讨厌你 我才不用你关心呢 天上 即使他不要你了 你都不接受我 霍夫君姐 我告诉你 即使这个世界上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选你 天上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不关心 告诉你 你说什么 我都不关心 我都不关心 你终于你死寂寞 你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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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 菩萨 您只是说 我的姻缘已尽了 可我的姻缘究竟在哪里 我龙鳞生自从坠地 便没有了娘 这种心事 我到底该跟谁说呢 我一次一次地满怀希望 又一次一次地遭遇失望 难道 这就是我上辈子欠下的素债吗 这一生 都要让我这样地受苦难吗 爹 大娘 我想去散散心 也许 去一个月 也许 去三个月 也许 永远不再回来了 这里 有太多不顺心 这一年来 我几乎没有快乐的时光 我几乎没有快乐的时光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 不是叫你们好好看着小姐吗 小姐当时还在家里面 大奶奶 大奶奶饶命啊大奶奶 小翠 我恰死你 大嫂 不是让你好好看着小姐吗 别难为她了 我带一些人去找连生 我去找吧 上哪儿去找啊 连生从小任性 她决定的事谁都拦不住 既然她决定了 就送她去吧 这 这两天不是好好的吗 我看她挺高兴的 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 你们谁能告诉我 她到底去哪儿了 大奶奶 大小姐 大小姐昨晚一夜都没有回来 一夜都没回来 大嫂 一夜都没回来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我看你们这些人是要造反哪 我非要好好教训你们不好 算不算 现在不是教训的时候 这连生怎么办呢 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头 万一出了事 我怎么跟她娘交代呀 老板娘 老板娘 您回来了 孩子找到了吗 跑了一整天 非几十年还是一无所获 镇子上 甚至其他几个镇子上的大夫 我都找过了 要不就没有儿子 有儿子也不是十九岁 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要找的是您什么人呢 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 他去南阳前把孩子给丢了 都我问问呗 是不是人家没跟你说实话 不会吧 那可说不准 人家听说你要来找孩子 那肯定舍不得 你想想 是啊 要我说啊 这多半人家 不会告诉您实情 你想想 自己辛苦养了这么多年 突然间来了一个人 说要找孩子 夫人请坐 好 请问夫人 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心口闷 总是睡不好觉 也看了不少大夫了 就是不见好 好 我给你好好卖吧 嗯 是哪儿不舒服 还是急 这些汤药只能调泣养血 不知关大夫 可不可以治治我的心病啊 这 您就当是个局外人 听我讲一个故事吧 好 夫人请讲 十九年前 一位大夫人 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抱着墙绑中的孩子逃生时 不申跌落了山崖 站住 站住 在那儿呢 在那儿呢 当她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 看见一个上山采药的大夫 将孩子抱走了 孩子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真是老天爷可怜我 送给我一个这么乖的孩子 不哭不哭 咱们回家 后来 这个女子死里逃生 活了下来 远渡南阳 十九年来 十九年来 她没有一天 不想念自己失散的儿子 没有一天 不想找到他 神不哭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不哭 感谢观看